你的事我的事都是新北市 在前两集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谈到了新北市的技职教育政策 同时呢也听到了产业界的新声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走入到校园里面来 来看看不管是透过这个创新教育加速器 顶尖群科或者是大联盟的一个计划 来看看英哥工商是怎么来帮助我们 这一群技高的孩子圆他们的梦 首先呢就来介绍参加今天节目的几位来宾 第一位介绍的是我们英哥工商校长 严隆元严校长校长好 是的主持人以及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英哥工商的校长严隆元 是再介绍的是我们英哥工商美术工艺科的老师 黄雅玲黄老师老师好 大家好我是英哥工商美术工艺科黄雅玲老师 再介绍的是我们英哥工商美术工艺科的学生 白芷维 芷维好 大家好我是周读美术工艺科三年级的白芷维 非常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那么今天其实就是要来聊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学生到底在英哥工商 怎么透过我们的一个技职教育政策 然后呢来选定他们未来的一个升学路 或者是说可以来帮助他们圆一个 未来求职的梦 那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校长好了 因为校长毕竟好像一路来 这个瑞芳高工也是这个技高来到英哥工商 虽然是不同类型的一个职业学校对不对 但是您是不是可以来谈一下 就是您在这个教育现场看到孩子们在技高的表现是怎么样 是的 非常感谢主持人这边的邀请 其实我上一所服务的学校是瑞芳高工 那我是去年8月才到我们的英哥工商来 其实两个学校基本上都是属于技高 不过它还是有不一样的一个所谓的定位 瑞芳高工比较偏向是所谓的工业类科 那我们的英哥工商是比较偏向我们的设计群 我们的设计群有三科 还有我们另外我们有电脑的资讯跟资料处理的 我想虽然都是技高 可是它的一个发展的类群是不一样的 特别在我们的技高这一端 我从我们设计群看到 它必须要更多的一些动手实做的机会 它必须要跟我们的职场做一些结合 所以我们非常强调所谓的务实自用 适性养彩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非常感谢教育局给我们这么多专案计划 让我们可以把这一些所谓的理论 可以跟我们业界跟实务做一些结合 非常感谢今天有这个机会 让我们有这个时间可以把它整个的一个计划的想法 我们把它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说明 是 那你有没有感受到说我们技高的学生 其实他们在一个学习上 他们其实需要学得更多对不对 可能普高就专心念书就好了 可是在技高的一个方面 就像你讲的 可能有这个所谓工科的 有这个设计 那设计其实它的面向其实也是蛮广的 但是他们必须投注的心血 其实是更多的对不对 是的 没有错 其实高中跟高职最大的差异就是说 高中很多都是所谓的学科的东西 那我们的技高高职呢 它有很多是需要真正有一些动手做 所以他们除了一些检定之外 还有很多比赛 甚至参加很多一些专题的竞销 我想需要更多一个实物操作的一个能力 这也是我们设计群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 是 所以在老师的身上 其实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一个压力 对不对 因为呢 毕竟在整个一个翻转技职教育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希望说能够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跟未来职场来接轨 因为这可能也是最终的一个目的 那但是呢 我们如果从美工科这边来看的话 其实它也是分了很多的一个类别项目 所以你们在指导上会不会有什么困难 其实如果以现在这个技职的翻转 因为我们阴哥是比较偏远的地方 但是因为我们学校一直非常有足够的这个实习工厂 所以其实刚好108来到了这边 然后我们变成技术高中之后 其实是有点如鱼得水 因为我们其实这二十几年来就是都如一日 我们一直在落实实作 然后一直都有每一个科 像我们设计群都有一个独立的那个空间 就像美术馆一样 可以放三年级的毕业作品 然后也有各处都有放科展的作品 也就是说他们做完一个作业是需要做展览 那我们没有因为108或这个时代需求 我们一直这么做 然后坚持了很久 即使现在升学当道 大概有八九成都要这个就是升学 但是我们还是蛮坚持 希望他在技高的这三年能够多做一些手作 然后对于这个广泛的吸收 然后以后他才可以知道他要做什么事 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做这一块 那刚好连接现在要整个翻转 更棒的是因为课程多元化 还有一些弹性学习 那我们就可以更深入去做一些跨科或跨领域 这样对都关于这个跨科跨领域 其实对整个美术工艺科这边来讲的话 他其实可以跟哪些面向来去做结合 其实像我们这个创新加速器第一年的时候就有跟陶工科嘛 因为我们阴哥就是陶瓷之都嘛 所以当然就会先想到陶瓷嘛 那我们学校其实主轴就是所谓的艺术 人文科技这三个走面去构成的 所以我们跟陶工科他们有这个茶席教室啊 然后做一些茶人啊 在行茶做一种这种品德教育跟一种比较内敛的 那我们美工科那时候就是做一些茶器物 那我们主要用玻璃跟发廊 然后来就是做一些器物 比如像茶折啦 茶播 然后能够就是跟陶工科做一个结合 然后让这个茶道能够跟国际接轨 那时候的想法 对那就是广色科的部分就是会有一些就是摄影啦 然后可能做一些后置的部分这样子 那如果是在资讯或者是资储方面 就是也可以就是在像网路啊 就是有做一个整合行销 可以这样子把这个整个全部都包在一起 就五科可以把它并用这样子 所以他不是只要会你们美术工艺科对不对 是的 所以其实必须要跟其他的一个科 然后来去做一个怎么讲 就是融合在一起 然后再去做一些创新的一个东西出来 没错 是 所以不是只有专注在自己的一个科业上面 是 那再来我想请教这个校长 就是说其实我们知道新北市的这个创新教育加速器 其实对学校来讲 应该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补助计划对不对 因为你们可以得到很多的一个资源 那这个计划内容到底是什么 可以帮助你们是什么 好 其实呢所谓的创新教育加速器嘛 既然叫做加速器就是说 我们本来有个想法 可能在我们校内已经有非常好的一些发展了 可是可能苦于经费啊 苦于一些idea 没有办法把它发展出来 那教育局就说可以啊 你们就把这些想法透过一个专念式的一个简报呢 把你们想法把它讲出来 教育局就可以来支持我们这样做 所以其实透过这个计划呢 我们就把我们整个设计群把它做一个整合 刚刚我们雅琳老师讲的 我们整个陶工 我们美工跟广社 就有一个唯一的主轴 就想要把我们的英哥 在地的一些陶瓷啊 我们的茶席啊 这个亮点把它整合的把它做出来 我想透过这个加速器的计划 真的是可以让我们整个设计群的 一些核心的理念 透过这个专案把它发光发亮 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教育局 有这样的一个专案计划 让我们学校可以把自己的亮点把它呈现出来 是是是 那是不是请雅琳老师再深入的讲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创新加速器这样的一个计划 其实在你们的执行上 到底有提供了哪一些的一个方面的一个帮助 其实如果说 因为加速器现在两年刚好结案嘛 那整个构成的话 其实在对于老师方面 还有学校跟三个学生这个主轴 那老师方面的话 因为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会请到一些业师嘛 那就会有一些协同教学 那其实除了学生可以增加一些跟业界的接轨以外 其实我们老师也是有就是教学相长 然后也可以跟着业师一起去学习 然后可以真正跟这个实物比较能够接近这样 那当然是在学校方面 因为协同教学的这个老师 有些是我们这种优秀的校友回来啦 或者是说我们请到 哇 技职名师 或是跟在地文化的这个产业做合作 那其实这样的话 整个活络对于我们这个英哥工商的这个 当然就是这个 大家就会比较认识嘛 对对对对 那学生帮助更多 因为尤其是我们这个工艺的东西 它的材料 还有设备啊 就是其实蛮昂贵的 那学生其实 我都很羡慕他说 好重 我很想重读 因为以前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设备 跟这样的一个材料 他们竟然可以梦想把草图画成是真的 然后就会觉得说 他们太棒了 其实我是挺羡慕他们的 对 是 所以在这个计划里面 其实蛮重要的就是有所谓的一个外师 夜师的这个部分 对不对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会把最新的 现在市场上 现在就业职场上的一些状况 然后把他们的一个经验 然后带给学生 甚至他们现在可能一些设备啦 或者是器具啊工具之类的 其实慢慢的都在做提升 可能学校因为经费的关系 有可能还没办法马上就跟上 但是透过这样子一个方式 夜师进来之后 他们可以大开眼界的一个概念 对不对 最重要的夜师就是技术力的这个加入 其实我们的设备要跟业界 永远是跟不上 可是我觉得技术力加进之后 然后再加上我们辅导老师共同创作 会让学生更棒 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专职 他有技术力 可是我们管理学生 对 还有就是整个设计的一个系统思考 可以跟夜师做对谈 因为有时候他只是想到技术力 可是他没有想到我们要跨领域 还有我们可能要跟在地文化结合 然后或者是学生有时候他 要国音术扫地 就很多环境应对都要 但是夜师想到的是比较是工作面 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平衡是好的 一边偏颇也不好 对 那我觉得就是互相可以有一点帮忙 就像你讲的教学相长这样子一个概念 其实他们可能也是需要学生 刺激他们一些新的灵感 对不对 就是重新回到校 有去吸收一些经验 薪知之类的 其实可能也是我们夜师需要的 是 那再接下来就要请教这个芷威了 因为最近有看到您在这个 可能是毕业展 对不对 有非常好的一个成果 那今天也特别带来这个作品 对不对 是不是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这次毕业展所做的一个作品的一个概念 好不好 因为我的 因为这次毕业展主要是在提倡说 私地保育 然后所以像我选择一个叫做 此夜夜睡帘的植物 作为我整体的作品形象概念 对 然后因为我会命定夜睡帘是因为 它有一个很漂亮的生命规律是 它开合三次 经过三次之后 它就会凋零 然后就跟我之前有在学到的一个日本文化 叫做物哀文化 然后它那个就是感叹生命很美好 然后但是生命它一直都在燃烧 然后所以它这个开合三次那种有期限的生命 会让我更就是很有那个共鸣之类的 对就觉得很漂亮 然后所以我的整体作品就是会希望底色就是比较暗色 比较静谧的代表它是晚上开花的 然后又把它的花瓣做得比较艳 然后让它生命燃烧的感觉有出来 然后就是我整体的作品的形象是这样 是 所以整个一个这是一个茶席的一个概念 对不对 是不是每一项都跟我们介绍一下 哇 这是真的研究这个茶席 其实可能一般人就是泡茶嘛 就茶杯嘛什么的 对不对 茶海之类的 那是不是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是整组是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因为像这个四个小盘加这个大盘会是点心盘 就是茶席会有那种放点心的 然后这边的话会是茶泽组 它茶叶放到上面之后呢 会可以把它拨进那个我们的茶杯里面泡茶这样 对 它的茶杯在我这 是这样吗 茶杯在我这 是 所以泡到把茶叶放到这里面来 然后就加热水 是 这样就是一个整组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材质呢 它是做玻璃的 然后它的技法是像这个会是融合 以玻璃叠加上面之后再进窑烧 然后融进去 然后像是这个的话会是铸造的 会是我们先做 以油土做一个塑形之后 然后可能就是灌成石膏膜 再把玻璃灌进去 然后最后做出来的铸造作品是这样子 哇 那我其实我讲真的 就是说我一开始我以为那是陶瓷的 所以不是对不对 不是不是是玻璃 是玻璃做的 那像老师刚刚讲的 你们可能要再跟其他的一个跨领域的这个部分 在这个当中啊 有没有跟哪一个哪一个领域 跨领域的那个部分来去做一些结合 有 我有跟广色科做合作 他们广色科刚好有在做包装设计 然后他们会希望以我的作品 然后当做视觉形象 然后所以就是 我有提供作品让他们去做 算是包装的一个设计 然后就是合作这样子 是 那其实除了说你这样的一个茶席创作之外 其实在我手上这边 其实这个阅历 好阅历 听说这个封面也是您设计的 对是 哇美工科学到这么多啊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我们有要 就是因为我们的整体展览都是以湿地 大家都是湿地为主軸 然后我们会需要一个主要的视觉海报设计 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雅琳老师有提供我的机会 然后让我去尝试做做看 是是是 然后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设计 要特别介绍一下 那我想要了解一下当年的你 好当年的你现在是三年级 为什么会选择技高 为什么会选择银歌工商 因为我其实很清楚自己从小很喜欢一些画画啊手作 然后一直到现在除了工艺类玻璃啊 金工那些 就自己还会接触外面的媒材 像是干燥花束啊手工书都会去涉略 然后当初会选择来银歌是因为 国三会收到很多学校的DM 然后有一张收到银歌高职的 他有一张照片是刚好就是美术工艺课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玻璃的作品 然后很漂亮我被吸引到 然后就来了美术工艺课这样子 哦真的 所以你看这个行销宣传还是有效果 对不对 但是你的未来呢 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目前其实 虽然我现在都是专攻工艺类型 但是在整个可能我们的茶会开展活动啦 然后因为我也有担任茶会开展的主持人 对然后所以慢慢有发现自己对于 可能像是公关组长啊 掌握整个活动动线或是主持人都非常有兴趣 然后所以如果之后没有走工艺的话 会比较想往传播类型走 或是像刚刚设计就会有视觉传达的领域 都有舍略 对 是所以对你目前来讲 你可能会觉得说 啊其实念技高 我除了说学自己喜欢的一个兴趣之外 然后也有这个技术之外 其实您在这个环境当中 在这学校这个场域当中 其实你也增广了很多很多的一个尝试跟见闻 所以未来会有更多的一个想法 只是说现在还没有定下来 对对 是的 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对你很有帮助吗 是非常有的 因为像我刚开始来高职的时候 其实美术工艺科其实会不太知道 长大会去哪里当职人之类的 然后但是 因为像可能我们做开展活动啊 会涉略各方面 像是主持人啊 然后视觉设计都会去涉略到 是 然后所以会在整个学习过程中 除了真的专攻实习的工艺 会学到更多不同面向的 然后会发觉自己到底比较喜欢哪里 然后再往那边转眼 所以除了说这个技术层面之外 你们可能设计出来东西完成了 你们还必须要去做一个展出对不对 展出然后甚至还要办这个发表会 然后会有主持啊 然后安排整个活动的一个流程 其实学习到的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面向 对不对 那我想要请教老师 其实就是因为创新加速器 你说两年嘛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起程转合之类的 那其实对您来讲 你希望说学生学习到的 除了这个技术面之外 你是不是希望可能在人文素养方面 或者是对我们环保地球的关怀 其实应该要多一些人文的一个素养在里面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科技越进步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哇 我们的一些台湾的环境啊 尤其是台湾要去看海一下就到了 要看山一下就到了 是 我常常跟孩子说 你们要珍惜台湾的一个宝岛环境 所以我在这 这一个刚好有这个计划 我就希望跟孩子说 技术力你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 可是对于人文的素养 我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 把台湾的文化告诉他们 然后利用这样的一个公益的精神 然后能够续说 去说我们台湾在地的文化故事 譬如说这一次是湿地 那去年是药草集 因为我们台湾其实就是 会用这个食物来疗法 尤其像去年有疫情嘛 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药草 有时候哇 你这样喉咙不舒服就百合 学生就会说 哇以后看到这个 他就会知道说 啊你头晕啊你要吃什么 所以其实这种跨领域的是 学生自己自主的学习 因为有时候不一定是在课本里 这些老师也都没有教 可是最后他好像是我的老师一样 因为他为了研究这个植物 或是他为了研究这个像 像紫薇他研究这个 他就比我透彻 我以前看一看就觉得 他晚上我就不知道三次开合是他的 对啊 对那我常常透过这样 就是有一些生命教育就感动了我 所以我每一次都在想 其实我获得不是他们做作品做的多美 而是他们对于这个台湾的一些植物 还有环境更加的认识 然后更认同我们音歌工商的一个教学 或者方法 那我觉得这样子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跟目的这样 是 所以人家会觉得说好像就是念技术型高中 反正我就是去学技艺 但其实在音歌工商不是这样 在我们的新北的教育政策 其实不是这样 对不对 对我们希望说他们能够有更多的一个人文关怀 是 所以其实很多的家长应该可以开始去翻转 所谓的一个技职的一个刻板印象 不要再以为说我可能就是去做黑手的 我可能是技职念一念 未来真的就是直接就走入这个职场 就是做钢啦 然后做钢的这个部分 其实像子威自己就非常非常的优秀 虽然说当年的成绩应该上普高 其实是没问题 可是因为自己的兴趣 就是确定了 我就是走技术型高中这样子 这一条路 然后慢慢的去 怎么讲 涉猎各方面的一个兴趣 去做一个尝试 那希望未来有不一样的一个发展方向 对不对 那接下来回归到我校长这边 其实校长真的不容易 对不对 因为其实你面对到的 虽然说是设计群科的一个学生 但是呢 有各种各种不同的一个面向 有些人可能就是觉得 我可能毕业之后 我就是要去找工作 但是我在想现在更多的学生是希望继续往上去升学 对去升学嘛 对不对 所以在英哥工商来讲 这样的一个比例大概是怎样 比例是不是 对 其实这个我们的季高 就是我们以前所谓的高子 应该跟跟我们的早期应该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早期大概读高子就是想要说赶快去就业 赶快去 因为可能是家庭的需要 要去就业要需要有一点收入这样的 可是现在呢 刚好做一个翻转 以前可能读完高子要往上升学 可能只有可能占1% 20%而已 现在刚好完全相反 我当然有做一些相关的统计 目前大概如果以100个人毕业的话 可能有八九十个 都是继续往我们的季高来做一个升学 所以我一直把它定位在我们所谓的季高 在每一个群科 它的培育的重点应该是所谓的 就是有点像是做一些比较广泛的一些探索 因为我们知道它的往后的生涯还非常长 你没有办法现在就很确定说 它到底是要走哪一个行业往下深入 所以我们在美工科里面就可以看到 他们有非常多不同的一个专场 像刚刚讲的我们的玻璃 甚至金工 木工 甚至刚刚有讲的 甚至一些视觉传达都有学到 我想透过我们的季高的这个领域 是要让它知道整个的一个 美术领域的每一种可能 那至于它往后会往哪一个地方去深入 去做一个发展 我想这个是可以 寄予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所以是我想我们办教育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是 所以其实不要太早就去设限 然后也不要太早去说 你就是专攻这一方面你就是一直走 有可能学到后来没兴趣了 或者是走偏了还是怎么样 它必须还是要有一个可能回头的一个机会 要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可能很多的一个家长会觉得说 很担心啦 我如果念季高 未来如果要升学是不是那个路很窄 所以我请教这个亚玲老师 其实以现在的这个升学来讲的话 其实念季高它升学的管道 其实也是非常通畅 对 其实现在108的话 像甄选的话这一次就可以选六所学校 那它可以选它喜欢的 那像现在像普通大学啊 不然四星文化甚至比较国立的大学 它其实都有开放一些名额给季高 因为其实他们也会有想要季高的学生 所以它是蛮多元的 而且我们虽然读美术工艺科 其实有很多科系都有在跟我们招手 所以它整个形态跟校长讲的一样 是有一点变的 因为学生要往上才定位 以前是比较早 那现在可能到大学才会开始专精定位这样 所以对他们来讲 其实他们学的比较多 因为现在都是强调要多元学习 对 那刚好我们学校就是还蛮多元的 对 然后加入一些它有正式的弹性课程 让他们在学习上的领域又更丰富 所以对他们将来 当然升学有帮助 但是如果他们真的要就职的话 也是OK的 是 所以很多的家长 可能对这个整个现在的 新北的一个技职教育政策 不是那么一个清楚了解 但是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这样子几集节目下来的一个说明 帮助大家有多一点的认识 那如果说正在面临 面临就是未来到底要念高中 或还是要选高职 其实家长可以跟孩子去多做一点的一个沟通 对不对 那我接下来想再请教这个子惟 就是分享一下你在阴歌工商 就是学习三年的一些经验跟心得好不好 你对这个学校的一个分数 当然老师校长在这里不可能太差吧 是是是分享一下 对你的成长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因为我身边其实形形色朋友很多 然后有高中也有高职的 然后多方去认识之后 其实英哥的资源非常非常好 然后像我会有大学的朋友有说过 可能一些工厂 金工的工厂 玻璃的工厂 在他们那边的话 可能设备会比较 可能资源没那么多 像英哥的话资源是真的非常好 所以我很珍惜在英哥的时候 对 然后因为像我们的美术工历科 就会在三年间会学金工 然后玻璃木工跟陶工 就是多方去涉略 然后到三年级之后 我们会可以选八个专题可以选两个 然后因为我刚好对玻璃是非常有兴趣的 然后所以我在三年级的时候 就是选了发廊跟玻璃 然后玻璃就会是像这种就是专精 就是都是玻璃媒材 发廊的话就会结合金工跟发廊工艺 然后对 然后就是刚好也在毕业展都有很不错的成果 这样子 那整个一个同学间的学习氛围呢 大家会不会就是互相讨论啊 尤其应该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团队合作这样的一个机会 会会会 因为像可能我们三 像我现在是三年级嘛 然后前阵子我们的臂展刚开展完 然后那个时候同学就是非常的会合作 然后会互相讨论啊 哪里比较好 哪里你觉得 你觉得怎么样啊之类的 然后哪边比较不熟悉的会请有那个比较专业的同学去帮忙这样 所以同学间的合作是非常融洽的 所以在整个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应该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经验 对不对 那我想再了解一下 因为其实我知道其实在整个一个技职的一个推动上面 其实外语能力这个部分也是学校非常重视的 那这个部分在学校怎么培养训练你们 外语的话 像我记得我们的可能二年级就会有引进外师课程 会有专门的英文课会请外国的老师来帮忙上课 然后英文方面的话学校有推动很多的比赛啊都非常鼓励学生参加 对是所以真的是其实念技术型高中的学生我觉得真的一点都不轻松 对不对除了课业要兼顾因为他们毕竟还是要升学 但是在专业的这个能力上面 他们还是必须要经过很多很多的一个训练 跟这个实际动手做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其实也是真的蛮辛苦的 是那最后再来请校长说 您希望说这样的英哥工商这样的一个技职教育的一个推动 希望能够带给孩子们什么样的一个未来 是的 其实我非常的清楚知道 我们英哥工商是在我们的陶瓷之都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所谓的我们的艺术呢 就是跟陶瓷在地做一个结合 那刚好我们年底呢 刚好我们西北市的美术馆也要落脚在我们英哥 那我想美术馆里面应该有非常大的一块呢 是我们可以在地可以贡献的一个地方 除了艺术的专业之外 我想刚刚我们亚良师特别提的 我想人舞的关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向度 有了专业加上人舞 我想这是一个两个非常好的结合 另外我想现在非常强调所谓的创新跟跨域 这个新科技的结合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就把科技艺术跟人文 这三个向度就变成我们所有的学生 必须要达到的一个所谓的愿景目标 我想我也会朝向这三个方向呢 努力的去办学 这也是我必须要努力发展的一个目标 那是不是也请亚玲给这些可能国中之后要开始选择高中 或者是技术型高中这样子的一个学生一些建议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他们要选择应该是以他的兴趣为主 但是我们学校其实蛮多元化的 所以其实你来选我们学校就对了 選英哥工商就对了 还紫薇也跟同学 未来的学弟学妹推荐一下这样 英哥工商的资源真的非常非常好 然后所以如果你们有幸可以来到英哥工商的话 我会非常的推荐 未来有学姐照着 那当然啦我们希望说整个技术型高中 也就是技高这个部分的一个内涵 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做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了解 因为呢孩子未来怎么选择他的一个升学路 家长啊学校跟他自己本身 都必须要有非常大的一个 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抉择 那透过节目的介绍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你们更多元的一个想法 让你们在这个升学路的一个选择上 有最聪明的一个抉择 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三位来宾的参加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